二千年后,萧若元述往事,论当世,思来者,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,史记。 敏娟自子轩, 大家要知道敏子轩是一个出名孝顺的人, 孔子十五岁, 孔子十五岁,孔子药,孝哉敏子轩,这个敏子轩真是孝顺, 人不贱于其父母,昆帝之言, 人家想离间,他爸爸,他妈妈, 主要是继母,和那些不同的妈妈生的儿子, 离间,他完全不会听,敏子轩这个人是, 而他的孝顺是贯彻始终,无论人家怎样说,他都不会听, 不是大夫,他不肯出来做官, 不食乌军之鹿,因为为什么呢? 老国那时候的政权握在三援的手上, 这个就是贵孙, 纵孙,和宿孙三氏, 其实就是, 贵孙,孟孙,和宿孙, 三个援公后代掌握了老国的朝政, 他觉得这样,如果去老国做官是不对的, 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僭越的, 如有伏我者,如果再来找我,再逼我的话, 必在文尚义,我就会渡过了文水, 脱离了老国,走了齊国, 如果你再逼我做官, 这个人的品行是这么高的,敏子圈, 现在说的都是德行这帮人, 好了, 掩戈, 治白牛, 孔子以为有德行, 这个有一个成语故事, 就叫做白牛之侄,就是这里来的, 白牛有恶侄, 白牛有了一种恶侄, 其实这里是麻风, 其实是解做麻风的, 有很多种的恶侄, 其中这里是麻风, 孔子王文哲, 你想想多少人害怕呢,生麻风, 孔子去看他, 自幼执其手, 孔子因为有麻风, 被人困在房子里面不准出来, 孔子不怕传染, 在一个枪里,捉住他的手, 又是枪, 命也负, 这就是命运, 私人而有私质, 一个这样的人, 这么好的人, 竟然有一种这么坏的病, 命也负, 人生的命运真的难以预测, 艳翁, 自仲公, 仲公问孔子, 为政应该如何, 孔子若, 出门如见大奔, 出门口而已, 就好像美国总统来找你那样, 你知不知道, 出门如见大奔, 好像去见美国总统那样, 穿着整套礼服, 市民如城大制, 去命令人民, 就好像做一年一次的大制一样, 这么慎重, 因为以前最慎重的事情, 将各知大事为智与庸, 即是祭智和出兵是最重要的两件事, 他所说的是什么, 出门如见大奔, 使民如城大制, 就是成敬的问题, 整个中庸都是讲成敬的问题, 出门如见大奔, 就是当任何人都很尊重其他任何人, 对任何人都有一个劲的态度, 使民如城大制, 是很慎重的洗人民, 这个就是一个诚意的态度, 在邦无怨, 在家无怨, 如果你能够这么慎重去处理, 你管理国家也不会怨你, 在家里也没有人怨你, 家里其实不是这个家, 以前那些贵族的家, 就是在贵族风际里面, 孔子以纵公为有德行, 孔子就说纵公是有德行, 若雍也可使南面, 雍也,雍, 是可以使他南面, 我都讲过, 在上位的人就是向南坐的, 臣下就是向北的, 南面就是可以清军, 可以是上司, 就是这个人可以独当一面, 可以做独当一面, 但是纵公父是贱人, 贱人不是我们所说民主党的那种贱人, 就是他是一个低贱地位的人, 孔子弱, 孔子怎么说呢, 就是这样, 麗牛之子, 升且角, 麗牛是一种杂交的牛, 那些毛色是斑驳的, 就是他爸爸是一个低等地位的人, 但是他生的儿子, 升是什么呢, 那些毛色是很纯的, 那些角就可以很齐整的, 就是, 这个就是说, 他儿子, 无论他爸爸的地位如何, 都可以生一些很聪明的儿子出来, 衰育物庸, 你想不用他, 山穿其写主, 就是山穿神灵, 这些这样的东西, 是不肯过你的, 因为这样是浪费了这个人才的, 桂康子, 问孔子, 掩求仁府, 掩求仁不仁, 掩求若千失之一, 一个千失的城市, 百姓之家, 就是那时候是千姓之国, 万姓之国, 百姓之家, 可以容许一百个战居, 这些贵族家庭, 求也可使其, 可使自其父, 求呢, 就可以叫他去管理那些收入的, 税收的, 仁則吾不知也, 他仁不仁呢,我就不知道, 就是这样说, 就是很客气, 就是这样, 为什么呢, 那个人可以自其父, 就是那些掃口很厉害, 那些掃口很厉害的人, 就是追数会追得很厉害, 就是不够人口, 这些人是, 那伏文指路仁府, 那指路仁不仁呢, 对愚求, 他和掩求是一样的, 这两个人, 就是很认真做事, 但是这两个人就不得宽厚, 就会追数追到你云, 就是他会放桂里, 就会去收桂里, 这个人是, 那这个求文, 这个掩求就问了, 文思行住, 如果我们听见一件事应该对的, 应不应该立刻去做, 指约行之, 去做, 指路又问, 文思行住, 同一个问题, 如果听见对的, 应不应该去做, 指约, 孔子说, 有父亲在, 你有父亲在, 你去了一早, 你不是吧, 如之何其, 文思行也, 怎可以听见就做, 你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, 这件事是, 指约觉得很奇怪, 敢问问同而答而为孔子, 你一时一样, 不同人的答案, 你180度相反的, 或者答案是, 孔子, 求也退, 掩求这个人, 是很保守, 很谨慎的, 故尽知, 所以我鼓励他, 就立即去实行, 游也兼人, 游这个人, 就是专例打横打直, 听见那些事, 就很冲动的, 故退之, 所以我叫他谨慎一点, 这个就叫孔子的恩财司教, 在论语里面, 孔子学生每次问他人, 他的答案都不同, 当然, 如果你今天考DSE, 就很麻烦, 就是你次字的答案都不同, 这个西洋的哲学, 西洋的学术, 就不相信次字的答案是不同, 是对的, 就是这个是, 重游, 好了, 这个非常有趣的人, 至子路, 就是很多笑话, 就是很多故事, 都用这个子路来说, 因为子路, 我和其他孔子弟子很不同的人, 变人也, 小孔子九岁, 年轻的孔子九岁而已, 子路姓匹, 姓匹, 他人呢, 是很粗魯的, 好勇力, 很喜欢使用武力的, 知抗直, 那人呢, 是很直率的, 很容易根据自己的志向, 喜欢做就做, 即是直做出来, 官红鸡, 怎样说呢, 他戴的帽子上面, 是有个鸡棍在这里, 这些是一种葬式, 就是表示勇武的葬式, 官红鸡, 配家团, 家团就是一只公猪, 家团是什么呢, 家团就是一把劍, 我有很多不同的解法, 但是呢, 我相信的解法就是这样的, 为什么劍叫家团呢, 叫公猪呢, 因为呢, 就用公猪的皮, 来做劍哨, 经常配着一把劍, 那把劍就放在家团, 即是公猪皮里面, 凌报孔子, 对孔子很没礼貌, 对孔子又灰又渴, 欺孔子的, 这个人本来是欺孔子的, 这个人本来是,